自从我拍了影片说高度人才计分之后 很多朋友都开始找我查询 甚至我已经正式开始帮朋友申请这个签证 在其他朋友的查询里面 有一两个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我现在究竟去英国好 还是去日本好 问我的意见 我都很喜欢和大家聊聊天 我就分析一下 可能一个人的情况不同 香港人始终来说我们英文是会好些 去英国可能会觉得很多东西 你看的文件或者很多东西 英文就会方便些 确实真的是的 但是我这一两个朋友都是同样的说 都应该明白到去到英国 好像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说 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天气就真的 就比较那么好 其实有两个看法 夏天就真的很棒 只不过冬天我就不太喜欢 所以我个人来说 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去过住过几年 我太太也都住了十几十年 那我们住过 拿来说呢 其实又好像很坏 你住过你当然不会再去 如果两个地方都没去过 应该怎样去想呢 还有没有小孩也很关键 那我谈开这两个案子 都是没有小孩 或者子女大了 就不用管那一只 那如果小孩还是小 那就真的很不同 我自己觉得 如果小孩还是很小 那就来日本是相当之好的 因为日本那个幼稚园小孩的教育 是非常非常之 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 前几天看我儿子的运动会 真的我见他们 真的用了很多心思 去令到小孩很团结 很注重自己的发展 很努力去做一件事 就不会很吹谷其他事情 那我就会觉得 如果小孩是再大一点 譬如高中 或者大学的 那应该就会在英国会好一点 那纯属个人意见 那就看一看是不是有小孩 如果没有小孩 就简单很多了 那当然 观众朋友就会说 哎 当然日本我们就很明白 一定来到个适应 就一定会好 就是说着饮食文化 那民以食为天 饮食当然很重要 就一定是好过英国的 是不是 大家都会说 喂喂 我们去吃日本东西 就是你住在香港的时候 那从来不会有人听到 喂喂喂 我们今天很好去吃英国东西 没有人去吃英国东西 大家都知道英国东西 本身就没什么特别好吃 那西餐呢 那当然我们都 香港人都喜欢吃西餐 那我自己的估计 很多朋友都是 喜欢吃日本餐 多过喜欢吃西餐 那来日本呢 就一定没错的 吃呢 一定是好 非常之好 好过香港 那另外一个点 我们之前都说过了 就是你喜欢飞回到香港 飞去台湾 飞去上海 飞去哪里 探一下朋友呢 东南亚都方便很多 那这个就是日本的 当然的优点 那天气方面 日本我也都在其他片介绍过了 就是春夏秋冬 四季分明 那相当之好的 譬如我现在住福江 那其实冬天都相当冷的 那我们有暖炉啊 那也都冬天就很渴望春天夏天 夏天又很死热的 那夏天呢 现在刚刚过了 秋天又很爽的 秋天看熊叶 春天看櫻花 冬天是学一下雪 那一年四季这件事呢 真的我们住开香港 或者新加坡 不用说了 新加坡一年一季 那样就更加就是 就是人的事情呢 你有得去look forward to 期待下一个季节来 而每一年这样去过呢 就总是觉得 是过得开心一点 那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说 去英国拿着BNO的朋友 基本上又不用他审批的 我听说的 申请手组可能都是 踢踢踢踢 或者是有需要些时间 但是起码基本上 你说不需要他批的 那样 但是来日本 好像很难这样的 那如果觉得很难的朋友呢 如果你没看过我的影片 你就看看我高度人才那条片 那你就看看 可能你都够分的 那够分之下呢 我们认为呢 就应该是 他会接受你 因为日本真的 需要这些高度人才 那还有国家策略 是 欢迎这些高度人才的 因为很多其他 没有那么高端的 就可以开拉面店 开珍珠奶茶那些 都是成功移民过来的 那如果你是够分数的 应该那个 成数是会高很多 那从这个角度看 有些朋友就说 我申请日本 到时不知道他批不批 又要逐不逐期 那样 那英国就不用了 我去到就 捱几年就可以拿passport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来的 那我又觉得 两体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budget 就是有这样的 就是你使得起的 那你可以试一下申请 申请到 然后看看日本 可以不可以 或者你再不是的 你觉得 都不是哦 我想稳定一点哦 那其实去英国 也是一件 其实如果没有去过住呢 那我觉得值得去体验一下 那当然啦 你去体验一个这样的东西 是有个成本在那 那我也都建议 其中一个观众就是说 既然你和太太 你都没去过英国住过的 当然也都知道 日本一定是会习惯的 那但是 人生的东西 是不是先 那你就算一算 那我就建议他 你算一算 去英国住一年 要花多少钱 你省省的 可能一个月 两三万 那就已经可以了 那一年二十年三十万 近乎机票三四十万 那样 将家里的不要的东西 卖掉去 香港有房子的 卖掉去 什么都没有 就最开心的 其实做人 什么都不需要 床住个行李箱 那些衣服呢 不要买过去 去到才买H&M Unical 很便宜的 冬天衣 夏天衣 不要戴过去 就很贵的 把那些东西清掉去 然后呢 就走人生的下一步 如果你 低个条数 你觉得 我 花三四十万 或者二三十万 看你的budget 浓一点的 就再多些 我去英国住一年 我体验他 英国的春夏秋冬 然后才自己去判断 体验他的食物 你觉得 你是不是可以 在英国继续生活下去 那OK啊 是不是才一年之后 你觉得 真是顶不住了 现在 鱼毛爸爸说得对 顶不住 太冬了 或者不是啊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冬冬的 挺好的 到时你才去决定 是不是 不要了 我都是英国搞不定了 到时先申请来日本 也可以 到时回香港 你反正什么行李都没有 租个地方 住一年半左右 再慢慢想 那又可以 那我觉得人生的东西 就 两袖清风 是最好的 如果你有这个心境 有这个这样的勇气 做得到 我觉得是最好的 那如果不是的 你觉得 我都觉得 是乘数很低的了 无谓浪费几十万了 现在来试下 申请来日本 也是可以的 那所以又是宣传一下 那如果有兴趣 可以 Click我这个Click 就上我 或者这个QR Code 看一看 想一想我的网站 你可以click进去 计计自己 够不够分 如果够分的朋友 我是很高兴 跟大家免费咨询 20分钟的 那如果上去 我的计分器 计过你是不够分 申请高度人才的 都不要紧 如果你真的很想 试下来日本 那麻烦你上去 我这个网站 就click这个link 或者这个QR Code 那就麻烦你 就写下你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你觉得 你怎样可以 来日本创业 然后我就 我会给你一些意见 或者 上我们的网站看看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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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